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火力也是无限大 其他都是10 这叫我简直厉害 不过还是被OP给几乎是秒杀的一个给除掉了 那么这个呢 其实呢 它虽然是个异色版 但是它并没有给它取名一个 比方它就一个voyage class 然后the fallen 它并没有标示说 比方说什么黄金版 或者是火焰版 或者是给予它一个什么名字的 一个或者说暗影版 shadow版 同时没有 一样的话 它的名字一样是the fallen 并没有著名其他的配色的版本 the fallen voyage class的话呢 我一共有四个 我的第一个 这个是原本当时买的 也是原色的版本 但是当时的我呢 刚入坑没有多久 我是在大陆工作的时候呢 这个是在淘宝上面买的一个 一个散货 其实它是从三人包里头猜出来的 那个三人包是有一个音波 有一个mega troll 还有一个the fallen猜出来的 那当时售价才人民币108块钱吧 当时在淘宝上面掏的 那后来就把它整个 自己做过一个上色了 整个全部都上过颜色 也上过保护器啊 那这是我拥有的第一个 the fallen 第二个呢 是这个 诶 它的造型 没发现它跟人家不太一样 头上造型也不同 这是台湾一个理性的同好呢 看我节目很久 很年轻的一位朋友 他自己有做过一个 小改造的一个产品 他有送给我的 但是呢 我一直没有拍啊 也是对他有点不好意思啊 这个他是还是可以变形的 那因为还没有很认真去研究 而且其实我有一个邪恶的计划 对不对 这个玩具我一直没有曝光 为什么呢 因为 待会介绍这其他两个周 再一起讲吧 那我第三个的forum 就是这个 后面这个 全新未拆 电影第二集的 Voja Class The Fallen 这个是跟台湾的成员员搭搭呢 这个这个9999块钱的福袋里头 开出来的全新品 再加上今天的这一款 这个火焰配色版本 其实我一直是 一定会有人说 狐步骑上 你知道还有紫色版本 戴着面具 拿着权杖的版本 这个我当然知道 但是呢 错过它了 它的价格现在已经标过它原价的两倍 这个基本上是已经违背了我收玩具的一个原价的一个价格的上限 所以呢 我宁可错过也不要去追那么贵的玩具 那么刚刚提到说这个为什么我一直吃是没有曝光 因为我一直梦想着我要收集七个V级的这个 对不对 然后可能都会改个颜色或稍微改造一下之后呢 对组成电影二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远古至尊七人组之后呢 再来拍一集 但是呢 这个愿望可能是越来越渺小 ZOZO金刚的三个V级配色里头呢 它的评价普遍来讲是比较差的 第一它相较于最初的版本呢 并没有做任何的改模 也没有新增加配件 那么呢 它的一个配色本身呢 确实也是胶感比较重 而且一体性来讲呢 反而被破坏掉 它原本的一个配色的整个一个乌漆 抹黑的一个样子呢 可能还更加的邪恶一点 它的这种橘红色呢 其实胶感可以说是蛮强的 电影系的玩具里头来讲 这个胶感的排行榜 要算是排到前方啊 尽管盒子的一个插图来看的话 还有看头 但是玩具的实体呢 确实是不怎么样 而它的现在这个样子 是我觉得呢 比较还原电影里头的一个变法 怎么个说的一个变法呢 它的这两条腰边呢 就多出来这两块部件 它是可以跟这个手臂这个地方呢 做一个结合的 这个呢 在官方公布的这个CGI里头呢 多罗金刚的这个手 这里确实是连着这个 包括在电影里头呢 它在金字塔的顶端呢 高举权杖的时候呢 你都可以看得到 它这个部分呢 是有连过来的 但是一旦呢 松开之后呢 把这个地方推到后方去 这样子手的话呢 才可以有一个 比较正常的一个活动范围 你如果是这样子扣上去的话呢 基本上手是完全没有什么可动性的 所以说呢 在包括它本身这个盒子的后方也是印着 说是把它给这样推到后方去 这样子的话呢 无疑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活动的一个范围 再来则是它的盒子的后方呢 它印着的是把这一块部件呢 这里 它这里有一个红色的透明件 那这里是有一个上下推移的一个 你往上推的时候呢 它会把它夹住 它基本上呢 会卡住 你看有一边能卡住 那么另外一边的话 不知道为什么稍微卡不太到 无所谓吧 那你如果把它往下面推的话呢 它就会完全的会打到一个弹开 后方的弹簧呢 就会把它整个的 像是伞西一样的这个部分 把它给弹开 这个是它本身这个盒子的后方 它是以这种变法呢 来做一个呈现 我个人是 如果你是原色版本 这个图还有点明显 但是因为它这个配色呢 本身已经是橘红色 这两个部件呢 弄出来的感觉 好像不是那么显眼 那如果是我的话啦 我会给它做这样子的摆放 因为它这个配色 已经跟原色不一样 我会尽可能就干脆给它 做不同区分的一个方法 多罗金刚在电影系的V级里头 算是体型很大的一个 以第四级的V级的 这个隐蔽课文跟它相比 它已经是V级里头比较高挑了 但是跟这个家伙相比 身高略讯很多仇 宽幅也差上非常的多 其实从侧边来看的话呢 这个Fallen呢 也并不会显得单薄 所以它的一个分量来讲 可以说非常的大 而这其中呢 有一大部分呢 要归功于 也不能讲归功啊 它的这个腿 这一带 脚掌这块部件 等于是多出来的一块部件 它整个身高来讲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垫高 而这也是它这个玩具 一个很大的一个卖点 它这个脚底板呢 它是有一个弹簧的一个机制 这样压下去 它会缩起来 在变形成飞机的时候呢 它会自动的有一个缩起来的一个机制 这个跟电影 E Voyage Class的这个Megasoft是完全一样的 再来它身上呢 还有一个卖点 就是它的这个透明件的部分呢 这里也是可以做一个 收起来或者是打开 这个是看你个人喜欢的一个摆设 那么呢 这个配色的情况下呢 因为它这个橘色的部件呢 会让细节呢 显得非常的肉 看得不太出来 这也是它比较被扣分到的一个点 那后方的话 看到很多的螺丝钉 全部都集中在这边 你不足以看 还不觉得怎么样 你一旦集中一个看之后 你会发现其他的通通都露出 好像弹孔一样 通通都露出来 那它的话呢 手上呢 有一个抑郁不明的一个东西 这一块手甲这个部分呢 我也不知道呢 它是变形成飞机的时候要提出来 还是说在人形下呢 它这个是有什么特别的一个装置 它是可以放下来 但是我个人觉得呢 意义真的是不是说非常的大 再来是它的一个可动度的话呢 算是 还算是中上啊 首先头的话呢 很硬它只能够低头看 往上看而已 而且这个部件如果收进去的话呢 感觉呢会比较利落一些 那手臂的话呢 360度旋转没有问题的 那么呢 这个手臂的话呢 这一块部件可以往内往外翻 那么呢 这里手臂还是可以往上面举高的 变形的时候呢 会用到 那还是可以在上方呢 做一个 这样子旋转的一个 非常飞行的一个老头子啊 这么潮的动作 你也是做得出来的 二楼机可以转动 而且这一块部件呢 其实呢 转一转呢 是可以把它给转下来的啊 那这个地方呢 是因为变形的需要呢 有一个双动的关节 这个手是可以转 但是它这个手挡 这就是一块软胶件 这个是一块软胶件 这么扁的一块软胶件 这是我觉得它整个造型上面 最薄弱的一个地方 脚的话 变形的需要可以往后翻 这里有一块部件 可以往前 往后做一个造型上面的修饰调整 脚的话还蛮有造型感的 它这个地方 你看 这块甲咒的部件 是可以动的 OK 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联动 这边 OK 这个以电影2的玩具来讲的话呢 这个都是属于 几乎都是属于一个 这只是一个标配而已 以现在的玩具来讲的话 大家要感动的痛哭流涕了啊 尽管有人宣称 曾经目击过 墮落金刚的载具 但是我电影看那么多遍 其实我真的觉得 它只是一团光而已 那 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呢 其实也是比较扯一点的 一个作弊的一个 外星载具的一个形态了 那我会习惯先把这两侧呢 后面给往下面翻 然后先把它的一个腰身 旋转180度之后呢 腰给打正之后 这个部件呢 待会是要盖住脸的 OK 那这个时候呢 我会习惯先把这个头 对了 这两片透明件 我习惯是把它收进去 比较不会去妨碍 我们变形到这边 先把这个头呢 往下面低一点点 然后呢 把两个手掌呢 往上面 不对 不是手掌 手臂的话呢 往上面做一个集中 它这个地方 这个角度请你转正确 转正确的话呢 把它往上面抬进去 把它这个凸跟 然后从这个地方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结合 把它往上面抬上来 扣进去 两侧都是一样的 抬上来 把它给扣进去 那么呢 扣进去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进行 手臂的结合 这个地方 有个洞 它要扣这个地方 这里面有注意到 有个白痕 对 不小心呢 扣的 拍过进去 然后呢 会导致于说呢 在拔出来的时候呢 如果实力点不对呢 它是会有白痕的 那么你可以看到 这个这样 这手是不是歪的 你可以这样子 把它给转正 OK 我是建议转正之后呢 再扣进去 这个白痕发生的几率 会比较低 然后呢 这边这个红色的透明件呢 再把它给往这边 推出来 弥补这边这个小缺口 我是习惯这个地方 尽量把它给打正 然后呢 手臂的话呢 我会习惯 手掌习惯把它转 到正上方来 这块部件呢 就不要动 留在原地就可以了 那么另外一侧的变性 也是完全一样的 这个手往上面提 从这个地方 往下面 把这个凸跟凹 做一个结合 从这边 扣下来 那么呢 你可以先不要插那么紧 把这个地方 调整好了之后呢 再把它给往下面扣紧 再把这个手掌 我是习惯把它反向面 折上来 让它好像有两个 一个火焰的一个样子呢 在这个地方出现 OK 头呢 再往下面推回去 再把这个盖板呢 往下面盖上去 然后呢 这个飞机的一个 尖头的部分呢 就先放到这里 接下来的话呢 这个部件呢 往后面推 腿是往后面放的 往后面放 这两块部件呢 你要折起来 还是放下来随便啊 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做什么步骤呢 这个地方 它是有个凸的 这一块 这一块凸 我们要扣这边 这个洞 所以呢 把它这个部件 它是要转到下方之后呢 先把这个膝盖以下的部分呢 反转 再把脚掌的地方呢 再反转 然后扣住这个地方 这里 从这边 把它给扣上去 从这里 扣上去 好 那么这个地方呢 相同的一个状况 因为它这个 插槽比较长 但是那个洞呢 其实还蛮紧的 还蛮紧的 所以呢 就小心一点 这个地方 转了转了 就让它可以转下来的啊 这个 OK 监视到就行了 好 到这边 然后呢 旋转这一块 膝盖这个部件 再把这个脚掌的部件呢 再转出来 然后呢 我们要做的呢 就是把它这一块 跟这里 做一个结合 把它给扣上去 那扣的时候还是一样 请不要扣得太深入 不要扣得太嗨 然后这两块部件呢 刚不小心 已经把它给扣出来了 两个起落架的部分 以及飞机 前方这里也是有起落架的 那么呢 这两块部件 你是要竖起来 还是放下去 这个是看个人的偏好 那么我习惯是 尽量把它给弹平吧 然后呢 这个地方有两个 这个可以动的部件 既然是已经是 邪恶的反派吧 就尽量把它这个 有一些侵略性的 一个尖爪部分 尽量把它给弄出来咯 那么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 The Fallen呢 从一个 邪恶的至尊金刚 变形成一台 这个外星战斗机的 一个变形过程 这个外星载具的话呢 胶感会显得更加的强烈 而且非常的破碎 这个配色真的是 在这个形态下呢 确实是不如其他的 两个版本 不是说它本身 多烂 你跟现在的玩具 相比它还是非常好的 只是呢 自己跟自己 这个系列去相比的话呢 它这些橘色的部件 其实是整个破坏的 美感度破坏的 还蛮大的 大家这样看 你也感觉好像还挺华丽 甚至说 这个你可以给它 做一些其他的各种三变 因为网络上 也有很多人 什么野兽形态 或者各种形态呢 都有做出来 那这感觉真的是 对不对 好像整个冒 冒着火焰 在飞行的一个 载具的一个形态 那因为它本身 有一个支架的关系呢 所以放在桌上 平放的话 还是没有什么问题 那收起来的话呢 这个往上面收 这个侧边不收 好像没什么差别 对不对 这个 而且呢 我个人的习惯是这样子 把它往后面放 以及刚刚忘了提 这块部件呢 这个原本连接 腰身跟手臂的 这个软胶部件 我会把它当成是 后方的一个 水平的一个尾翼 那具体来讲的话 这个玩具一体性 其实初一到之后 还是挺好 因为它扣的还是 蛮OK 蛮紧的 但是我扣的时候 我是建议你不要死呀 那还原成人的时候呢 这个 什么角度进去 就什么角度出来 比较安全 以免这个卡扣 有断掉的疑虑 那总体来讲的话 电影第二集的玩具 就不用再多做 太多的赞美了 一定是非常漂亮的 但是这个顺便 就拿出来亮相一下吧 这个Lofolin的玩具 这是传奇级的 以这个配色 你看这一体性来讲的话 这个我没有加 其他涂装 没有 它本来玩具就这个颜色 对不对 放在这个桌上 就是非常非常有质感的一个感觉 那么这一款的话呢 不愧是 陀螺金刚 危机三人重里头 不愧是评价 这比较弱的一个 确实是有它一个 被大家诟病的一个毛病 交感真的是太重了 交感太重 那变形也就是那么回事 电影第二集的玩具呢 诚意度各方面来讲 还是比较够的 但是价格来讲 现在都已经比较贵了 那目前在重新要推出的 这个电影系的玩具里头 目前是没有看到The Fallen了 那所以说呢 这个玩具 基本上呢 如果你有看到 觉得喜欢 加个IKE的话呢 入一个来玩玩 毕竟也是一个BOSS级的人物吧 那今天呢 就跟各位一起到这边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